好來看這起意外消息 這是荷蘭南部地區 當地時間二十七號 是出現了龍捲風 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有十個人受傷 事實上龍捲風在荷蘭 是非常罕見的 因此這段龍捲風的畫面 在社群媒體上是廣泛的流傳 也引發了熱議 荷蘭皇家氣象研究所表示 龍捲風席捲的當下 風速達到每小時 大約是七十五公里 而距離上一次荷蘭 會出現致命的龍捲風 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